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也是其实是在论文正式发表以后第一次在国内分享论文 然后选择Alpha期的厂其实也很有趣 就是其实去年我们论文还没发出来的时候 去年的COC的会是在北京 然后当时我们是闭门会的时候给几个board 也就是其实Justin 其实去年也都来了嘛 然后给他们也是介绍了一下整个工作 然后他们也是比较认可 然后也比较感兴趣 所以今年的话就是正式发表以后 就可以出来公共的讲一下这个过程 然后先讲一下整个背景 然后背景的话其实是 我之前在阿里开办公室 然后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开发者运营 那开发运营的话 其实从公司的角度来说的话 其实公司开业一个项目肯定是希望去构建一个 比较繁荣并且可持续的一个社区 然后这个社区有足够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开发者 然后甚至用户大家一起协同 把这个项目能够发展下去 然后并且更希望的是有一些长期的外部贡献者 能够长时间的参与进来 然后一直参与到项目的贡献里面来 那这肯定是公司想要的一个状态 但现在其实我们能看到 比如包括公司内部遇到的一些问题 就是有一些传统的运营手段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有效 就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像内容运营或活动运营 那内容运营的话就是指 比如说我内部的同学去写一些 这个技术类的分享文章 然后发布到这个科技媒体 或者自己的公众号渠道上面去 然后这样的话是一种传播 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活动运营 就是比如说参加大会 然后或者说是自己举办大会这种 但是这种的话其实都是这个high cost 就是成本是非常高的 然后而且它的颗粒度会比较粗糙一点 就是说其实它不是直接面向每个个体开发者 然后包括对个人开发者的这个贡献 也没有非常精细化的度量 而且还不够及时 然后还有另一种就是 其实像阿里这边 现在有几位是外部贡献者 对吧 然后其实每年可能会发一些 这个项目上的礼品 外部贡献者的礼品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非常粗力度的去发 然后就说比如说我今年 所有有Commit贡献的卡拉者 我都发一个同样的东西 那这个的话其实非常粗力度 没有办法真正激励到那些真正在长期的 然后非常积极的参与到社区里面的卡拉者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 所以也是我自己出来以后 在学校里非常想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然后所以我提出OpenRank这个算法 然后并且在前年的时候就跟阿里快乐方公司去 一起讨论落地这样一个项目 然后能够去尝试用算法的方式 然后去促进这个社区的一个发展 对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背景 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其实Apache Way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一个参考 然后尤其是非常著名的TED 也会经常说的就是Community Overcode 就是社区大约代码 然后因为其实一个好的社区 是能够不断地去更新迭代 然后不断地生长出好的代码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活跃的社区 其实你的代码就是死的 然后有可能逐渐地这个社区死亡掉以后 这个代码就变成一个静态的 然后没有办法再继续发展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其实我们选择Apache Way里面 尤其是Community Overcode这一条的话 其实是说我们希望通过社区的度量的方式 而不是面向个体的开发者贡献度度量的方式 来对开发者的贡献来进行一个评价 并且这个评价其实会在管理层面上 或者说是在激励层面上 会带有一种面向大家的更多的协作的 这样一个价值导向 然后第二个就是Open Communication 其实就是公开讨论 其实这个Apache也是非常强调 就是没有发生在邮件列表里 就是没有发生过 然后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现在没有考虑 比如说你的这个私下的私聊 然后包括你的微信群组里面聊天 就是我们就不考虑在内 就只考虑这种公开的 然后可采集的一些数据 那么第三个就是Apache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每个开发者 他在社区里面的自己的这个权威性 其实是通过他的贡献按出来的 就是并不是因为我自己原来在其他上面的一个身份 然后去获得 所以这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 对 然后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的话 其实我们就觉得一个面向这种协作网络的一种网络算法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实现方式 然后所以就想到用网络算法来做这件事情 那么第三个就是 那到底网络算法里面选择哪个呢 其实这个就有了Open Rank这个算法 它其实是Google的Page Rank的一个衍生 那Page Rank其实大家都知道 其实是谷歌将自己的这个立身之本吧 就是当年谷歌的搜索引擎能够起来 其实主要就是靠Page Rank这样一个算法 那它最简单在这个网页搜索领域 就是搜索引擎领域 它的最简单的直接的这个价值导降 就是说网页之间的一个质量 其实是通过网页之间的这个链入链出的关系 我就能预测出来 我不需要去看它的内容 因为在它之前其实也有做一些网页的这个内容搜索的一些服务 但它其实用的方式都是说我要去Pass你这个网页的内容 然后我还要去看你这个把内容先抽离出来 还要去判断你内容的好坏等等 这种方式其实不仅效率非常低 然后对算力要求很高 而且效果还不好 然后它就会发现说我直接通过链接关系 其实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 但是Google的Page Rank 其实在数学上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它的信用性不够广 所以在数学上我就进行了一些扩展 就是首先这个每个节点可能支持一些这个初始的参数 就是说你可以带有一些原始的价值 就是你的价值并不完全依赖于这个网络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可以支持抑制的网络 那么这样的话就比如说我在这个开发者网络里面 我可以把开发者和其他的非开发者节点 变成一个统一的网络来进行计算 所以就构成这样一个算法的模型 叫做OpenRank 这样一个新的算法 然后这个算法它的适用度就会非常的广泛 然后将Apache Way跟OpenRank这样一个结合 然后在开源的这样一个领域 就提出了这样一个OpenRank的model 其实就是将开发者 然后在他们issue PR上的这种协同 然后以及在一个项目里面 这个项目的一个节点 然后项目上面有issue跟PR 然后issue跟PR上还有开发者的一些活动 那么它就构成了这样一个网络 然后在这样一个网络上面 再根据算法来计算每个人的贡献度 那么现在的这个计算方式呢 基本上是每月会计算一次 因为我需要一段时间来构建出这个网络 所以它没有办法是一个流逝的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我会鼓励这个长期的贡献 所以所有的节点其实会部分地继承它之前的这个贡献度 所以就是一个开发者 在一个项目里的贡献度 其实是通过一个月一个月 这样累积起来的 然后如果你这个不参与的话 你的贡献度也会逐渐地衰减 然后逐渐退出这个社区 那第三个就是说 艺术跟PR的这个open rank的初始值 其实会由于这个开发者的点赞的 这样一些行为发生改变 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核心的开发者 对一个艺术或者PR点赞 就会对这个艺术学PR的价值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那比如我是外部的 或者我从来没有参与贡献 那这个点赞是不会有影响的 这里也体现出了earn authority这样一个理念吧 就是说其实每个开发者 对这个社区的价值的一个影响 其实是取决于你在这个社区里面的一个贡献度 历史上的一个贡献度的 对 OK 接下来其实就是open rank leaderboard 其实就是一个排行榜 然后这个排行榜的话 其实是上线在阿里巴巴开源的这个官网上面 然后所有的项目 其实是可以在这里面找到自己这个项目 然后包括这个项目里面每个月的 每个开发者的贡献度 然后包括跟上个月的一个相比较的 一个变化情况等等 那这些都是可以实时看到 然后并且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小工具 是可以直接看到这个贡献网络 然后在这个网络里面 每一个节点的贡献度的大小 然后每个艺术跟PR的价值的高低 然后大家都可以看到 并且点到某一个节点以后 你还可以看到这个节点 它所有的价值是来源于哪里 就是每个贡献者 他到底你这个贡献度 这个月是这么多 是为什么 那有一部分继承于上个月 然后其他的来自于这个月的活动 活跃情况 那这个活跃情况又取决于 你活跃在哪些艺术跟PR上 跟哪些人产生的联系等等 那它其实是构成了一个 非常复杂的节奏网络 那么这样的话就构成了一个 可以让开发者看到自己的 这个贡献度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页面 然后这个页面的话 可以让大家实时的 或者说是每个月至少 能看到自己的一个贡献度的变化 然后其实就构成了一种激励的机制 那么接下来的话 其实就是选择一些项目去入住进来 那么其实我们这里的话 第一批其实选择了七个阿里的项目 然后这些项目选择的方式 就是一个是有一个相对中等的 这样一个社区规模 可以看到所有的项目的 一年内的participant 就是有过任何的ease 或PR或者贡献等等的 开发者的数量大概在这个几百人到一千人 这个范围之内 而且第二个要求就是说 这个项目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 在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 开发阶段 然后这样的话可以抵消掉很多 这种额外的这种事件 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那可以看到这里面 其实我后面会提到 就是我们的研究里面 会有开发者访谈的内容 然后其实今天也有 有两位外部的开发者来到了现场的 然后就是SATA SATA这个项目 SATA这个项目的外部贡献者 是我非常敬佩的开发者陈建斌 然后他也是第一天的时候 讲了SATA的技术内容 然后SATA也是去年年底捐到了 Apache基金会的 然后另外一位就是 XXL的最重要的外部贡献者 龙玄章 然后他现在就是非常爱参与开源的人 真的就很爱参与开源 就是他现在也是卡夫卡社区 非常重要的成员 然后也是专门从北京赶过来 跟社区的小伙伴进行面积 所以也是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大家 还能来看一下这个 当时的这个项目 对 OK 这就是Easy Excel的一个演示 就是为了让所有的开发者 能够意识到这样一个排行榜的存在 然后并且能够去看到自己的一个贡献度 所以我们在所有项目的ReadMe里面 是植入了这样一个Bad 这个Bad的话就是写的是 Check your Contribution 就是去看一下你自己的贡献度 然后这样的话你点开这个Bad的话 其实就会跳转到这个 刚才的那个网页上面去 然后在这个网页上面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个贡献的情况 然后贡献的变化情况等等都可以看到 对 然后这样的话就所有的这个 其实就是这样一套机制 然后这样一套系统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上线了以后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 然后就进行了接下来的一系列的科学的研究 然后去看一下这样一套系统和算法 到底对项目和对开发者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 接下来有三个主要的研究问题 那第一个就是这个排行榜到底是否能够真实的 或者说是有效的去反映开源开发者的一个贡献度 那第二个研究问题就是说 这个这样一个排行榜机制的上限 会对开源项目到底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那第三个就是说开发者是如何去看待这样一个榜单 这样一件事情的 对 OK 就是先进入第一个问题 所以第一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首先是做了一些对比的实验 就是说用OpenRank的一个结果 然后跟传统的Permits 然后LiveCodes 就是你的贡献代码行数 然后包括E数的量 PR的量等等 去做了一个对比 就是它的相关系数其实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它其实在跟传统的这些统计的指标 其实是一个正相关的一个这样一个结果 那另外的话其实是我们做了一个 survey 就是一个问卷 然后是在将一年内参与这些项目的所有开发者 然后是留了自己在给它上有公开邮箱的 然后我们就发了一个 survey 大概是500多 然后回收了63份 然后整体的话可以看到大家的评价 就是其实是一个5分的一个打分对于这个结果 然后是总体是4.35分 然后如果是因为我们还要求说 写一下你在社区里是否有角色 就比如说你是 maintainer committer或者说collaborator等等 如果你有角色的话 其实就表示你对这个社区可能参与更多 然后你对这个评判可能会更准 那有角色的话 其实平均分是一共17个开发者平均分是4.65分 那就已经超过4.5分了 那另外的话其实我们还做了一个事情 就是跟OpenRank的结果去进行交叉 就是我们如果认为OpenRank是有效的 那OpenRank结果越高的 其实它贡献度越高 它也应该对社区也了解 那OpenRank在63个开发者上面的整体加权以后 就达到了4.88分 那这样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所以结论就是 其实它与现在已有的一些传统的这种统计型的度量指标 基本上都是一个争相关的结果 然后并且的话这个开发者都还是比较认可 这样一个贡献度评判的一个结果的 OK 那第二个就是 那这个榜单的上限到底对项目产生了一个什么影响 这其实是可以去客观去观测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在这个上限之前 然后上限之前的六个月这个项目的所有的 这个相关的统计数据 然后以及上限后六个月这个统计数据 然后看这个统计数据在上限前后是否发生了变化 以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就是 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些控制变量 但是第一个控制变量 最重要的控制变量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因为在中国的话 其实大家的活跃情况是有一个 在一年内是有一个周期性的 所以我们先要把这个周期性给剔除掉 所以我们用了所有的中国公司的看颜项目 在一年内的这个活跃的事件总数 作为一个控制变量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八月份 会有一个非常高的高峰 就是全年的高峰在八月份 这个就是暑期 然后可能对吧 也是像GSOCI OSPPR等等活动 然后导致暑期其实有很多 这个学生开发者会参与到看颜里面 所以暑期有一个高峰 然后中间这个位置就是这个 排行码上线时间大概十月份左右 其实是因为有一个低谷 其实是因为这个十一的小长假 对 然后最低的这个低谷呢 出现在一月份二月份 其实就是这个农历的新年 对 所以可以看到还是有非常明显的 这个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周期性的 所以这个周期性 先作为一个控制变量给剔除掉 剔除掉以后我们再去看 这些指标的一个变化情况 OK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 其实后面打了这个 看不到 看不清楚 对 后面打了这个新的 就在slope那边打了两颗新三颗新的 其实就是在统计上会有非常明显的 一个相关性的 因为我们用的是RDD这个方法 就是断点回归 这个在运筹学或者公共管理里面 是一个非常常用的方法 是用来去检验一个政策的有效性 就是这个政策在上线前跟上线后 是否对整个社会 或者说对你管理的这个 这个范围内 或者说是团体 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一个在管理学 非常常用的一个科研方法 然后可以看到 其实像issue comments changer request new 其实就是open PR 因为我们这里用了chaos的这样一套体系 然后还有就是reaction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点赞的那个数据 这几个数据 其实都是有非常明显的增长 然后并且是跟整个open leaderboard的上线 是有一个非常强的相关性的 这个是从统计学上是最后证明了的 对 然后其他的话其实就不是特别明显 然后尤其是像community size 就是新的开发者和参与者的总量 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 对外去宣传这样一个排行榜 所以其实它更多的是对已有的 开发者的一些激励作用 而不是对吸引外部的新的贡献者 所以看到participants甚至是一个副总长 就是有一个-1.7的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new country builder也不是有很高增长 而且他们的相关性也不是很强 所以最终这一块的结论的话 其实是说在已有的项目内 也不是有的开发者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可以观测到的一个 正相关的一个影响 然后尤其是在issue comments open PR和emoji 这三个方面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增长 然后以及非常强的一个相关性的 这就是在对项目就是从metric的层面去带来的一些变化 就是我们直接从客观的指标层面去看对项目所产生的一些影响 对然后第三个其实就是刚才说的访谈的这个内容 访谈内容的话其实是7个项目所有的maintainer 然后11个外部的开发者 然后我们都做了一些访谈 然后并且总结出来一些这个结论 然后也是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趣的 然后尤其有一些是maintainer 因为它长期在用这一套的过程当中 它还是有一些非常有趣的 我们自己都想象没有在这个上线之前 都没有想象到的一些结论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在社区的交互这个层面 其实因为我们说我们想要去尽可能的要open communication 然后因为我们采集的数据 其实是没有像这个私聊的这些数据 然后所以发布以后 其实大家还是表达说出现了明显的就是 private discussion会更少一点 就大家可能有问题的话 还是会在公开的渠道去交流 然后在GitHub上交流 因为这样交流的话 你还会把这个数据落下来 这个数据才会反映在指标里面 那第二个的话就更明显了 就是一个这个点赞的这个行为是明显变多 然后这个点赞的行为的话 其实还非常有趣 就是因为首先点赞行为肯定是作为一个加权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 然后第二点的话 其实点赞行为 最后有一些很多外部的开发者也提到说 点赞变多这件事情 其实会让他觉得整个社区的氛围开始变好了 因为虽然它其实是一个加权的机制 但是它会让大家觉得说 这是一个更加友好的社区 大家会通过Emoji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反馈 那第三个就是说 因为有了这套机制以后 其实有些外部的开发者 他是想要去把自己的贡献度 或者是在海豪网上把自己去提高的 然后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Maintainer其实会更有自信地去 把这个work assign给外部的开发者 因为他可能之前会觉得 外部开发者就是我们的用户 然后他免费地来做贡献 然后我也不太好意思 把这个工作给azine 给一个外部的开发者 但是有些开发者就已经明显表现出 他希望说会有更多的工作内容 然后让自己的排名能够上升 所以这时候Maintainer 就会更没有心理负担地 将这些工作给azine出去 那第二个就是在这个code的开发层面 那第一个的话是大的PR 可能会被拆分成更小的PR 因为首先我们在这一套目前的算法里面 其实PR是没有做价值区分的 所以有些之前 有些这个开发者 尤其Maintainer 他有一个习惯就是 我做很多东西 然后一次给推上去 对吧 然后这种的话 但是其实对review的这个 是非常不友好的 然后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其实当前的算法里面 你提交的更多的话 即便你的质量不高 然后你的分数 其实也会有所提升的 所以大家可能更愿意说 用小PR来代替大的PR 那第二个就是其实之前 很多企业内部的开发者 他可能对于开源 也不是特别了解的情况下 他其实非常喜欢 直接做Connect 就是直接向Master Branch 去做提交 但是现在有了这套以后 其实你走PR 肯定是也是能够 有一些获取的 然后因为我们不会去 把Direct Connect 算在里面 所以大家也会更 避免说去减少这个Direct Connect 就是不要直接去做推送 而是走PR的方式来做这个贡献 那第三个就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有些项目上出现了 有些开发者是非常想要 把这个分数提上去 所以他又做了很多很小的改动 就比如说去做一些Type of Fix 然后去做一些这个版本的升级 就是他可能没有装像 那个Department Bot这种东西 然后那有些开发者 就会去人工的去帮忙做一些 第三方库的小版本的升级 那这个的话 其实我们当时也是在这个发布以后 就已经明显地观测到了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其实我当时觉得说 这样是不是会对Mintainer造成一些困扰 然后但是更有趣的就是 其实后来跟Mintainer聊的时候 Mintainer说完全不会 就是因为他觉得堪源 像我们其实就靠大家这样Polish出来 其实他自己也知道那些地方是有小问题的 但他有时候自己也懒得去修 但是有了这样一套机制以后 就真的有这种新手 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做大的feature 但他有这套机制 他真的是愿意把这些小的地方都给你改好 但是这种改好 其实对项目本身也是一种改进 那Mintainer还是很希望看到这样一些改进的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开发者 怎样去看待这样一个排行榜 那其实很多开发者都提到说 未来希望能够跟一些激励机制去挂钩 就比如说不仅是排行榜 那有可能会有一些这样一些奖品 然后回馈 然后甚至是一些现金的回馈 对这个其实有些开发者是提到的 然后最后一个也是非常有趣的 这个也是我们当时完全没有想到 然后在访谈中才发现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因为我们对于PR跟艺术 其实是没有做非常细致的价值区分的 所以每个艺术跟PR其实都是等价值的 但这件事情直觉上就是不太对的 就大家肯定是希望说 我能够做更精细的一个价值评判 但是有些Mintainer就提到说 其实这才是他想要的一个结果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核心的那些贡献者来说 他肯定会既做高价值的贡献 也做低价值的贡献 就小的这种fix他也会做 然后大的feature他也会做 所以最终他可能会在一个average的水平 但是对于新人开发者来说 他做不了大的贡献 那他只能做一些低价值的贡献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明显就是 你计算出来的结果 对新人是有一定的倾向性的 所以他就说如果你不做 你做得很精细化的区分的话 其实到最后作为Mintainer 有可能我还是反倒希望 在这个结果上再做一次修正 就是对新人会有一些这样补偿 然后才能把新人留在社区 但是正是由于 我们没有做艺术跟PR的价值划分 然后他反倒觉得说 本来就是对新人有一定的倾向性的 那这样的话就更好了 我最后一次修正都不用去做了 这个也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 对 所以最后的话就是 这一块的结论是 我们还是看到 这个观察到了 就是developer behavior impact 还是非常的 desirable 就是基本上是 大家都还是比较认可这样一套机制的 对 对 然后而且还是真正的促进到了社区的协作 就包括点赞的内容变得更多 然后有更多的PR进来 然后大家可以去review其他的代码等等 那这样的话 其实因为我们从管理学上来说 经常说的是我们度量什么 就会得到什么 所以其实如果你度量的是一些统计型的 那大家很容易去刷一些地价值的东西 但是因为这套算法 其实它度量的是整个协作的网络 所以你获得的 自然是大家更多的一些协作的行为 对 OK 所以最后的结论再回顾一下 那第一个来说的话 OpenRank还是 目前来看 从这个研究来看 还是非常有效的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还是能够看到一些 项目的 OpenRank的一个指标上 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增长 然后在这个一个极致刷布以后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在 这个开发者的行为的层面 其实还是能够得到一些 非常有效的正反馈 然后最后还是可以提高 这个社区的一些 这个协作度的 对 那未来的工作的话 其实第一个就是 还是去做更多的这种宣传 然后让更多项目能够尝试 一起来做一些这样的 类似于跨学科的 或者说管理学层面 或者说经济学层面的一些 这个研究的工作 那第二个的话 其实虽然刚才说 艺术跟PR的这个内容 没有做更多精细化的处理 其实是对于有些 每天的来说它觉得挺好的 但是对我们长期来说 它如果能落地成一个 真正现实可用的系统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 有更精细的内容评价的一套方式 就是说对于每一个艺术跟PR 至少有一个这种级别的划分和打分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让它的这个精细度会更高一点 那这一块的话 其实未来我们是想 做一个这个模型 大语言模型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非常有趣的就是 刊源其实是一个高度文本化 协作的这样一套机制 然后这种文本化的协作机制 就是说你的PR 是完全可以用文字的方式 来进行表达的 你可以把文本的所有东西 构建成一个对PR的描述 然后再有一套标注数据的话 其实完全可以train出来一个比较好的模型 然后它可以去对一个艺术或PR 来进行一个价值上的一个区间的划分 那我觉得精确度还是会 有相当高的精确度 那这一块的话 还是需要有很多的高质量的标注数据的 所以其实我也是之后会发起项目 说邀请一些项目的maintainer 或者深度参与的开发者 来对现在已有的一些PR跟艺术 来进行一些级别的划分 然后帮助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那第三个的话 就是去做一些更长期的验证 那可能需要一些平台的支持 我们可能也会做一些平台 然后能够让更多的项目接入进来 然后并且在这样一套体系下面去看 在更长远的一个角度 是否能够有更多的开发者 真正的通过这样一套机制 激励机制 然后真正的长期参与到开源项目里面 让整个开源的生态 能够更加地活跃起来 OK 今天的话 其实就是这么多 其实主要还是 我在阿里落地的这一套 跟OpenRank算法相关的一整套系统 然后以及在这几个项目上的 一个落地的 后续半年的一个研究的情况 然后最后发表在ICSE 也是一个软件工程的 这个国际警惠上面的一篇文章的内容 好的 谢谢大家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 我自己说一下 我自己说分为一个中式用户者 从去到今年 在亚洲这些训练 在越南的Porsair Summit上面 不能说一次 然后呢 过了过几天呢 在台北的台湾台北年会 所以我又要讲一次 事实上这次的影片 昨天我已经介绍到 东北开明年度报告 里面我已经介绍过 重点宣传了一个 蜘蛛人 蜘蛛人的影响力广告 就是非常 所以我可以去训练 那当然有什么问题想问 没有 我其实有一个 的问题是说的 我今天早上在 在看那个 看蚂蚁集团 他们自己做的 类似的一个女标办法 那我给我就问了 原生 那我说 你觉得我跟那个怎么样 非常好 我觉得同一个学习 但是呢 但是呢 比如说 只要 take action you need to next action 比如说 你看到的一个问题 you need to next action 那编手声音 比较低 你可以再跟你说一说 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可以更好的方法 那我自己个人的问题 比如说 不然说现在呢 你能看到在 推广问的 合身 什么问题 可以去改善 OK OK 其实编手这个问题 跟我已经 谈过很多次了 对对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 像 因为我们在阿里 做了这样一个 落地的实验 其实很多人看到 也是非常的认可 但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其他企业 想要做类似的事情 该怎么办 对 因为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其实是 在阿里的话 相当于是跟内部 研发团队要合作 去构建这样一套系统 然后专门去服务阿里的 这几个项目嘛 然后那其他的企业 其实理论上来讲的话 OpenRank其实是 我们现在 由于工程上的一些优化 其实是可以 对全域所有项目 去做OpenRank的计算的 然后 但是接下来 比较难的一个问题 是说我们把 给阿里做的这样一套系统 怎么样变成一个公共的服务 然后让更多的项目 能够看到自己的 开发者的一个贡献情况 然后并且 链接到自己的项目里面去 那这个的话 其实刚好 非常 这个 非常巧合 对这个就引出了下一个话题 就是OSPP 对对对 然后因为OpenDigger 也是常年跟OSPP有合作嘛 对 然后今年的OSPP 其中一个题目 就是OpenRank的 这个页面开发的一个任务 然后这次的OSPP 这个任务结束以后呢 其实大家就可以在 OpenDigger的官网上面 可以看到任意项目的 这样一个排行榜 然后它的协作网络等等 对 然后这样的话 其实包括像蚂蚁 然后包括像其他感兴趣的企业 其实都可以使用我们的 这样一套公共的服务 然后来构建自己的 这样一套体系 对 太好了 这个回答了问题 好的 那谢谢Frank 你这个时间掌握真好